西宫大仿身扑翼鸟打破世界纪录 机器动物上战场可就不是好莱坞的专利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最近新华每日电讯还有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发布了一个新闻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进行了认证 承认西北工业大学申请的扑翼式无人机单次充电之后 实现了两小时34分38秒62连续飞行 这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了 扑翼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打算效仿鸟类或者昆虫的飞行动作 也是人类早期尝试飞行的时候最容易想到跟尝试的思路 比如当年就有人在身上捆着羽毛跳楼的 还有拿着蒸汽机连着两个大翅膀原地扑腾 把飞行员颠得七昏八速的 现在电影里边也有扑翼机 就是沙丘里边那个扑翼机就是仿蜻蜓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除了公园里边能见到一些小玩具 用橡皮筋动力可以在空中扑腾一两分钟 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扑翼机的实用案例 说明实现起来还一直太难 1991年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是要学航空盖龙课的 那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 扑翼机如果能够投入实用 那种机动性灵活性是其他飞行器很难比你的 但是要实现起来也太难了 首先扑翼机需要机翼连续扑动 所以对发动机要求高 要轻巧有力 要能够节省能量 对材料要求也很高 因为总是上下来回扑动 反复折弯材料 那个材料很容易疲劳 当然还有飞行控制 扑翼机的飞行控制 跟固定性飞机肯定是更不一样了 所以谁能够先解决这些问题 谁就有可能在航空领域占据新的一片蓝海 国内外都有科研院所高校在这个领域投入力量 比如美国1985年就搞过一个根据古生物化石研究 制作的一个仿翼龙的扑翼机 那个仿翼龙扑翼机进行过短暂的24左右的飞行测试 现在在博物馆展出 中国这几年在扑翼机领域发展的也不错 北航南航西工大三所高校之间都有激烈竞争 比如2016年南航就在国际大奖赛上展示过他们的仿真的鹰 那个扇动翅膀的动作已经基本上可以一架乱真了 现在仿真程度提高了 西工大这边持续飞行时间也提高了 如果再加上自主飞行控制能力 那么这些仿真的鸟或者昆虫能干什么 那就尽量发挥想象力吧 如果战场上随便看到一只鸟 对方都要琢磨琢磨 这到底是真鸟还是假鸟 这个战场环境给对方多大的精神压力是可想而知 机器昆虫就更不用说了 晚上有个小东西突然飞过来 飞进战壕或者是飞进帐篷 也许就是侦察监听的 或者就能带着一两克炸药 准备钻进对方的精密设备里 或者贴到对方重要人物的脸上 不在中国多采购点蚊帐 这个帐可就没法打了 当然美国五角大楼可以再花几千美元 研制自己的战术文章 那么除了铺一击 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的仿身应用 比如说西工大还搞了机器符粪 就是很好的模仿了符粪这种鱼类的外形 还有水中的动作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还研制出了 世界的首条仿身精砂 目前这条仿身精砂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鲨鱼馆里边 航天科工还尽力解释说 这种仿身精砂只是用于观赏 中国农业大学都搞了软体机器仿生鱼 说是避免了传统的螺旋桨驱动 产生的造成大的问题 游动起来比较安静 对水生生物影响比较小 可以近距离观察水生生物 可以避免鱼群应激反应 说是能够指导养殖户进行科学健康喂养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些话都越琢磨越有味道 毕竟我们都很清楚 中国是搞更战的 所以不管美国人信不信 这些机器鱼只是用于观赏 而不是用于水架的 短距离的渗透侦察 甚至爆破 反正我决定相信了 大概以后的动物园 更多需要的是电池 而不是资料